歡迎回來第十八集第二節的《紙要有電影》 今集我們主要講的就是山田羊翅 和它最新的作品《電影之神》 在上節裏面我們就約了這樣介紹過 山田羊翅最出名的一個電影片集 就是《男人之父》或者是托勒撒這個片集 再補充多一點 首先更正一個講錯了的錯誤 就是這一套它最新的作品《電影之神》 我們就講到澤田羊翅這個角色 本來就不是他演的 就是一個日本都很出名的戲劇演員 我上一節就講錯了叫田中健 其實應該是田川健 後來田川健就是開拍之前死了 所以就找了澤田羊翅去代替 所以就找了澤田羊翅去代替 Anyway 想補充的就是 Torasan有一個特色的作品 就是它1968年推出的時候 其實就剛剛可以說是 日本的學生運動 就是推到最高潮的時候 然後沒有多久 三島尤紀夫就撤腹自殺 然後日本也激進分子出現了赤軍 後來赤軍甚至試過劫機 劫了去北韓等等一連串的政治運動 這個政治的衝突就有 就是蔓延到七十年代 整個七十年代都可以說是 日本處於一個這樣的社會的狀態 但是這件事在Torasan裡面 是完全隱形的 換句話說Torasan是一個沒有 他不是說沒有社會背景 而只不過那個社會背景 是沒有任何的動蕩 就是一個似乎是一個很自給自足 很平穩、很平淡 生活很安穩的一個社會背景 所以這件事其實都引起很多人 對三年羊節的批評 但是當然三年羊節創作這個人物 他主要就是所謂的樹民風 主要集中在家庭和人物的關係裡面 這是他的選擇 但是並不表示山田羊節不關心社會 當然他從來不是一個激烈的人 為什麼呢?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說到的 但是他的戲是否完全沒有社會背景 沒有社會事件 電影之神都沒有什麼 但是他在另外一部有關電影的作品裡面 其實就有了 這部電影就叫做電影天地 我們等一下會嘗試和電影之神比較一下 因為兩個戲真的有些關聯 Anyway 或者再說少少關於山田羊節 他本身的出生 他那個 一直怎樣成為導演的一些事跡先 因為對他的電影都有點幫助 他的了解 他是在1939年出生 其實小時候 他的爸爸就是滿洲鐵路的設計員 所以他出生後 沒多久就跟著爸爸 即是兩歲的時候就去到滿洲 他整個的童年和青春期 幾乎都是在滿洲 長春、大年這些地方是度過的 包括整個中日戰爭 他一直是去到1947年 即是他16歲的時候才回到日本 這段期間 因為其實爸爸也有錢 所以他很多時候都跟著工人去看電影 他看電影的時候 看到工人在看電影就看到哭 這件事就對他很大的影響 他就下了決心 就是如果他將來要做一個電影導演的話 他一定要拍一些電影 希望都可以令到一些普通人 看完都很感動樂淚 這個所謂的 是不是可以叫philosophy 又或者起碼一個這樣的信念 其實就可以說是貫穿著整個 山田陽次的電影的作品 差不多是他的風格 Anyway 他回到日本之後 讀完書 他就進入了這個重築 以前就叫做蒲田製片廠 就是開始他的電影生涯 他就和幾個導演 都是做過他的副導演 這個幾個導演就包括 是川島紅衫 攝谷石和夜川方太郎 後來才好像電影之神的 姦田張輝那樣 由副導演做到編劇 首先和夜川方太郎 他第一部電影是和夜川方太郎合編的 然後再做導演 我們剛才提到 其實在山田陽次的作品裏面 還有一部電影 都是以電影 特別是以前電影廠的時期 做背景 做題材的一個戲 這部電影是1986年的電影天地 這部電影和電影之神有什麼關係呢 我特地回看這部電影 就覺得兩者之間 有很多可以比較的地方 雖然到最後 他說的東西都有些出入 或者我想說一說電影天地這部電影 這部電影是相當大的 反而女主角是一個新人 就叫做有心也實 男主角是當年挺出名的電影演員 就叫做中井貴一 鄂美青在戲裏面 亦都有一個角色 就是飾演女主角的爸爸 而賠償千位子 即是一直在托拉薩行裏面 飾演鄂美青的大義 sorry 個妹 就在電影天地裏面 就飾演鄂美青的大義 即是她老婆的姐姐 除了這幾個演員之外 還有就是重返慶智 雖然她的戲份不太多 就飾演一個很出名的女演員 當然是一個虛構的女演員 就叫做村倒晴明 然後整個卡士 當時來說都相當吸引 亦都是一個挺大的製作下 這個電影就是講什麼呢 其實就是講在三十年代的時候 就重足其實那時候 已經有自己的戲院 就叫做帝國館 就講帝國館裏面 就有一個有心也實 飾演的叫田中春子 戲裏面大家知道這個叫小春 這個女生就在裡面 就是在放映之前 之後就捧著那個盤去賣小吃 後來就有一個導演 就聽到這個戲院裡面 有個女生很漂亮 就特意來這個戲院去找這個女生 就推薦叫這個女生去演戲 當然未去到一舉成名 就是希望進去做一下新人 做一些家庭 這個女生就答應了這個提供 就開始在蓬田片場裡面 就是做一些家庭 歌頭又不懂得做 到拉美就慢慢開始 就開始比較熟習 就跟這個戲裡面其中一個副導演 就是中井貴一這個角色 就是認識了 兼甲發生了一段很朦朧的愛情 其實大家都沒有說真真正正 是有表白過的 但是由於中井貴一 是他第一次拍戲的時候被導演罵 然後他就很不開心 然後導演拉美就叫中井貴一去找他 叫他回去繼續拍 所以他一直對中井貴一有一種感激之情 兩個人之間有一種曖昧的情數 到最後其實就是講這個田中小春 這個角色就怎樣一路一步 逐步就爬到他第一女主角 他做第一女主角這套戲很有趣的 就叫浮草 浮草其實在日本電影史上高 就有兩部 一部就是三十年代 一部就是後來六十年代 兩部都是由重足的導演 小春安二郎拍攝 所以你可以說 在電影天地裡面 都有用到一些若莫真實的人物 可能是影射 亦都可能是真真假假去混合 他做了這個女主角之後 但是因為去到一場高潮戲裡面 他的發揮就有了一個阻滯 他沒有辦法去投入這個角色 就令到導演大發雷霆 就趕了他回家 然後那一晚 他的老爸屋美青 就把他的身世說了出來 原來他不是他的親生的爸爸 他是一個媽媽來的 他奧美青認識他媽媽的時候 其實奧美青本身也是一個舞台演員 但是就是走龍套 跑龍套的小演員 就喜歡了他媽媽 他媽媽其實就是一個 成了名的舞台劇的女演員 但是他向她示愛的時候 其實這個女演員已經大肚 跟他有關係的那個男人就走了 所以後來他就娶了這個媽媽 也都是因為這一段這樣的關係 透露了給田中小春之後 第二天這個女生就突然間 好像明白了很多的道理 也都好像令到他容易進入了這個女主角角色 所以就完成了浮草這一場戲 結果就大賣 變成一個很受歡迎的女主角 這個就是《電影天地》大概的故事 其實兩者之間真的有很多東西是可以比較的 或者比較之前我們又講一講《電影之神》 如果大家沒有看過《電影之神》的話 這個戲也是以蒲田製片廠 即是重足的前身做背景 但是一開始的時候 其實澤田賢義這個角色已經是一個78歲的路人 開始的時候大家都不知道他跟電影是有關係的 去到沒多久 因為他欠人錢 他的老婆就是一個很順利意的一個女人 但是他的女人其實是很兇的很堅強的 就已經是很討厭整天要跟老爸還債了 決心就封鎖了老爸的所有財政 連他的卡都掌貫了 那老爸就覺得什麼都沒得做 近來才揭露 你沒事做你很喜歡看電影的 你經常都去看電影的 經常去那間銀幕戲院去看電影的 你會去看個飽 他說我給你整年的會員費 我給你付 你可以每天去看電影都可以 不要告訴我你無所事事 那老爸才揭露原來他在年輕的時候 就是一個副導演 那戲就進入了一個Flashback 年輕的時期就是姦田張輝飾演副導演 然後就說這個副導演 副導演怎樣是有野心想去做導演 然後由編劇開始 到最後真的能夠做了導演 是開拍他的第一部戲 開拍他的第一部戲 沒多久 就是拍了幾天 他已經是跟攝影師 那些老前輩是產生很大的衝突 結果一次以來 他就在高台那裡就跌了下來 受了傷 就令到他的信心大受打擊 從此就離開了電影界 那麼他一退出電影界之前 其實就跟這個片場裡面的 一間餐館的老闆女 也是餐館裡面的 就是由永野芽玉 飾演的叫淑智 就是這個女孩發生了感情 那麼他離開了之後 淑智就堅決要去追隨著他 那麼兩個人就結婚 然後才回到現在 換句話說 就是由他離開電影界 一路到他年老都好 他一直都應該是屈屈不至的 而且拉薇就驗上了走癮 又驗上了賭錢的癖好 雖然他的戲沒有詳細交代 這幾十年之間 即他們之間的生活環境 但肯定都不會太好 他的女兒應該是 他的老公 戲裡面如果沒有記錯 他應該沒有特別去詳細交代 他老公是死了還是離開了 但他現在是兒子了 兒子都幾大 就是一個年輕人 總之四個人就住在同一個屋裡 加上我父親喜歡賭錢 已經是負債累累 就是一個故事 至於兩個戲之間 到底relationship是怎樣 有什麼可以比較的地方 我們可以留下一集再說 喜歡我們的節目 希望大家可以comment like share和subscribe subscribe同時要按鈴鈴 也可以follow我們的facebook專頁 包括我自己本人的專頁 和只要有電影的專頁